是不是這樣 所以它掛起來的時候 這邊都是碳的意思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上去 這邊也是一個碳的意思 然後到了這邊以後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這邊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是七個 所以你們可能會碰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那就回應了 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當他用一個很長的一個化學式 把它表示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看出來 這個時候 也請各位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各位請看D 這一個命名的狀況 原則上各位不會碰到 因為裡面有一個佛號 各位幾乎沒有接觸過 不如說 不如說 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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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用中文來講是E 所以如果說你碰到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化學式 在這個化學式裡面不是那麼肯定或確定的話 你可以把它很快地化成這個樣子 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你就比較容易去做秘密 這個是在這個範例十五我要提醒各位的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這是 CH3對不對 C3 C3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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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C4 C3 C5 C5 2 C H2 C H3 如果說5是一個這個東西 當它這邊有畫糊的時候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是連在這個上面 所以當你這樣畫的時候是這樣的 當你畫起來的時候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的命名就會比較準確一點 就是因為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當它這邊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表示說這個東西是接待 它是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連在這個上面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想說那個命名 因為我給忘記可以在那個不行線 OK 等一下我們會講C跟缺的命名 丸的話 第一個是 其實丸給丸給丸給彈 你只要找到最長的列以後 那最長的列以後 它如果說有取代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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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取代機的時候是 最小數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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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 這個問題 是 是 問題 是 這兩個 這兩個 取代機的問題 對不對 那 一個是 是 從這邊 1 2 3 4 5 6 另外一個數碼是 1 2 3 4 5 6 那 這個 這個 就是錯 所以 所以 取代機要找最小數 所以說是 B2 B4 2 5 2 4 7 6 7 7 所以說它是 2 7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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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3 4 4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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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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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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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3 2 2 2 也就是說 甲乙比拼物 這個物丸上面 他有三種的一種異構物 這種都叫做 都叫做 骨架一勾物 所謂骨架一勾物就是 最主要講這個東西 然後 第二種就是 未知一勾物 未知一勾物 就是會牽承到 雙劍的一個狀況 前一陣在十安上面各位一定 聽聽聽聽過 有沒有聽過這個 他們加到 加到 這個食品裡面去 他們加了一個順兵希二的觀眾 重新進去 好 這邊就牽扯到一件事情 這個順 這個意思 是未知未定 不是很順 不是很順 所以說既然有順 他另外一個意思 是反 反丁希二分 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位請看這邊 當他在同樣一邊的時候 這種東西叫做順 如果說 今天把這個位置換掉 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叫做反 這個位置是反的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叫做反 這種順反 其實中間應該是這樣子 這種順反的問題 會牽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讀下去的時候 讀到 脂肪酸 脂肪酸的時候 會有 順勢脂肪跟反勢脂肪 聽過嗎 我們 現在大家都希望 能夠 不要吃 反勢脂肪 對不對 那反勢脂肪對於我們的身體 近年來的研究好像說說 不太好 那 反勢脂肪它有一個 非常非常 迷人的地方 怎麼講呢 它很耐用 尤其是油炸 尤其是油炸 需要去炸東西的時候 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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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用 但是呢 那個 順勢脂肪呢 就不是那麼耐用 所以 又牽扯到 一件事情就是 順勢脂肪跟反勢脂肪的問題 各位 這個所謂的順跟反 就是在一個雙腱上面 它會造成這樣子位置的不同 其實 順勢脂肪跟反勢脂肪 也不過是這樣子 一個很長很長的鍊 到這邊 一個 雙腱 然後呢 這邊又是一個很長的鍊 這種呢 叫做順 那另外一種呢 是 這邊一個很長的鍊 到這邊一個 雙腱 這樣子 這個叫做反 它的差別只是在這裡 它的差異性只是在這裡 所以 當我們講 順勢脂肪 反勢脂肪 或者是說 順兵脂肪酸 反兵脂肪酸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指著是 位置 地勾肪 了解這意思嗎 這一件事情 最主要出現 除了雙腱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環環的問題 好比說是環環 我們上次 已經大略提過 這三個碳 都是用 SP3混層鬼域 去做結合的 所以 你只要看 你只要看到 或了解到 它是用 SP3混層鬼域 去做結合的 這種一定是 是立體的結構 它絕對不會在一個 同一個平面上面 既然是在一個 立體結構 它這上面就 會有一個氫 兩個氫 一個氫 兩個氫 一個氫 兩個氫 如果說是 環環環 原則上沒有問題 但是萬一來個 取代機的話 有兩個取代機的話 就會出現問題 好比說 這一個 變成 這樣的問題 就來了 這問題在哪裡呢 這一個 是在一個平面上面 這一個 是在一個平面下面 等於說 這一個桌子 這個凳子在這邊 然後輸在桌子上面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就會形成這樣子 所謂的 立體 一勾 可以嗎 只要是 雙劍 環環環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雙劍或環環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 這邊特別要提一點 各位請注意 當我們講到 C的時候 不飽和脂糖酸 不飽和 不飽和的 肌內的時候 一定會講到這個粉 這個粉 各位一定看過這樣的圖 這個粉 各位一定看過這樣的圖 雙劍 雙劍 雙劍就會有 這個所謂的位置 一個五 但是 本 他這邊 不是雙劍 到講到本的時候 我們會 再提 再提一次 這是跟國中所 讀的 最不一樣的地方 這邊是 一肉 三分之一個劍 不是雙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的粉 一定是 這樣畫 我們的粉 不會這樣畫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面 本 是一個 平面的結構 所以在粉上面 就不會有 所謂的 位置 密構 這個粉上面是 是用 SP2的 粉紅維 去形成的 第三種是 觀能機密構物 這兩種 都是 都是丁純 但是 因為他 觀能機的位置 位置不一樣的狀況 會導致他 產生了 易構物的狀況 這就是所謂的 觀能機易構物 是 觀能機的位置 不一樣 位置上的差異 等到我們講到觀能機的時候 有各式各樣的觀能機 他在整個 直鏈上面 或在整個結構上面 擺個位置不一樣 他就會產生 不一樣的結果 光源易構物 我們在這邊不講 這邊最主要我們講幾何一購物 當我們講幾何一購物的時候 請各位 注意一下 那個 講義上面所講的 就是 有 這個 幾何一購物就是 順反 跟那個東西 我看 這也是 這樣 這也是 轉 可 我看 立體 扣 一購物裡面的 的幾何一購物 其實跟我們所講的 位置的一購物 這兩個 差不多是相似的 一個狀況 相似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因為它有雙劍或者是說它有環的狀況 會產生在空間上的不一樣 這是在幾何上面因為都是立體的東西 那光學的話其實我們在 國中讀生物的時候有沒有讀過左懸光右懸光 就是唐內的東西有左懸跟右懸的狀況 那個是光懸疑構 所以在這邊我們先把它跳過 下面有一個昏復而知新的一個東西 各位把第四根地碼可以忽略掉 如果說你願意的話你打個差 因為同形體跟同量素原則上 在整個的化學上面我們並不會去討論它 而是我們會去討論同位素 同素液形體 同分液構物 還有同細物 同細物最主要是在有機化學上面的東西 各位請看範例十六個 各位 可能有指的名詞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看了很多的題目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題目 很喜歡考試的東西 問你什麼叫做連本 第一個圖 第一個圖就是連本 第一個圖就是連本 第二個圖是賴 這個東西 第二個圖就是賴 第二個圖就是賴 這個東西 聞起來跟張老一模一樣的味道 就是 各位在廁所裡面很容易 現在你去商店裡面買 你買不到張老丸 都只買得到賣的丸 早期一點 這種東西 他做成一顆一顆都不任何形狀 他在包裝上面還寫張老丸 後來現在眼鏡全部都改過來了 他直接都是寫賴的 就是這個東西 在這個狀況下面 他問說 結構異構物的問題 各位請看 1 2 3 4 6 1 2 3 4 6 1 2 3 4 6 6 7 8 9 10 這邊只有十個碳 一個十二個碳 一個十十個碳 他們兩個在這個分子式上面 就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說他們不會是 所謂的結構一溝物 好 第二個選項 碳一樣多的話 要看到其他東西也不一樣 對不對 最起碼要碳一樣多 是不是 沒有 有 的 對 對 美國 川仁 對 市民 對 comfortably 是 可以 相機 對 我們 在本丸上面,它的取代机不管任何取代机 两个一样的取代机或两个不一样的取代机 当它的位置是这样子正对面的时候,我们叫做对 然后隔一个的时候,我们叫做尖 然后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叫做灵 这个是在本环上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秘密 然后,我们用代码的话,就是用P,Tara,Meta,Oper 因为你们不会去使用到英文秘密,OK 所以它在正对面的时候,就叫做对 然后隔一个叫做尖,两个并在一起叫做零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各位可以看那两个结构 一个是零,一个是对 这种叫做零,二甲本,或对二甲本 它有两个,两个甲基,对不对 二甲基本 其实它应该是这样子 它前面就是零,对 但是二甲基本 这个基,我们就把它忽略掉 叫做零,二甲本,对,二甲本 这是中文的一个秘密方式 这个基,我们就会把它省略掉 第三个,第三个选项 各位,一个是柄醇,一个是甲基,乙基,泥 第一个,我们就说碳起码要一样,对不对 一个是纯类,一个是泥类 所以说,这两种就是所谓的结构易购物 第四个是我们持续要接触到的 这个东西,叫做,拳击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铜基 当我们讲到官能基的时候 只要是拳跟铜这两个一定是,只要它的碳一样 只要它的碳,碳的数目是一样 拳跟铜一定是所谓的结构易购物 我再讲一次,拳跟铜只要碳数一样 它一定是结构易购物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东西 它的摆的位置不一样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拳 那这个东西 这两个字,各位就比较熟悉了吧 丙铜 或者说我们英文叫做 丙铜来讲 你们在做那些电子零件的时候 会不会用到这些东西 不会 因为我们的东西已经在货物的时候 他们吃苦 他们也是用饼盆在,叫习,习惶的东西 搞这个东西 好,那个一是两种纯类 中间它只是有一个甲基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只要碳,碳的数量相同 它就会是同样的一个结构易购物 范例十六这一件事情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下面讲的易购物的数目 各位可以从那个表格上面看出来 易购物的数目并没有一定的规则性 对不对 既然没有一定的规则性 原则上就不会好 顶多了 顶多到五个碳 六个碳都已经不得了 好,请各位翻到二十七月 我们要看范例十九 这一件事情就比较容易会碰到了 好,请各位翻到二十七月 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它都是7.0mg的一个有机化合物 完全燃烧以后 得到2.0mg的C02 跟9.0mg的H2O 然后呢 它的分子量 是56 56 就是克末的意思 一末五十六克 那在这种状况里面 它说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实验室是什么 第二个是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室是什么 好 旁边其实已经有解答了 就是 22.0mg的二氧化碳 存上 四十四分之十二 所以就是 碳的部分 然后 9.0 乘上 十八分之二 这是一 这是 轻的部分 然后 六mg 加上一个mg 等于七个mg 所以 里面 没有氧 了解这意思吗 如果说是不等 如果说是不等于 屏幕说给你 如果说 好比说它这边有十个mg 如果说它有十个mg 的话 中间所插的两个mg 就是 亚特量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纯类 可能是全类 可能是同类 这些东西 有氧的东西 它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因为 H2O里面 这个O 可能来自 氧气 对不对 空气里面的氧气 如果说它自己有氧的话 也会包含在 这个结果里面 好 那这一题正好 它等于 7个mg 也就是说它里面是不含氧的状况 好 然后呢 各位就习惯于这样的表达方式 这边是6 这边是6 是这个6 这个12 是碳的原子量 好 这边是原子量 这边是算出来的这个6 然后 这是氢的原子量 然后呢 这个1呢 是算出来的这个1 所以 这样比出来以后呢 它的实验室就变成 C H2 这是C 这是H 所以说它的实验室就是CH2 CH2 这N 这N 应该要等于 56 12 加上2 N 等于56 N N 4 对不对 当N 等于4的时候 它的分子是 就变成C4 H8 对不对 这边N等于4的时候 就是C4 H8 那C4 H8 的东西 它可能就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 环丸类的东西 一种是 C 类 对不对 因为它的 公式是 DN H2 有没有问题 这样的题目 是非常 非常容易 各位非常容易碰到的 而在有机化学里面 也非常容易 产生的题目 等于说 是在做一个 元素分析 所以 在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你可以 选的话 第一个 是C C类 第二个 不要忘记 这样的一个 通识来讲 它另外 有一个可能 是环丸 环丸一样是可以 非常容易燃烧的 一种东西 所以 这个整个的一个 答案就是 C类跟环丸 这一题有没有问题 不是 是环丸 是的 是环丸 鱼丸 这是环丸 是环丸 是环丸 有环丸 好 作品在搭檸檯 二雅化碳中間的碳 水中間的氫 另外呢就是這個 這個椅子 還有 所以 這一件事情 通常會出問題出在哪裡 出錯出在哪裡 出在這裡 沒有去查驗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裡面到底 這個有些化合物裡面到底 含不含癢 因為有時候他不跟你講含癢 他只跟你講是有些化合物 那有的意思嗎 OK 各位好 今天就到這裡 各位的作業 十五章的作業 禮拜五給我 好 好啊 你沒有發衝浪衝到被我頭都衝昏了 那禮拜五交好嗎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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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好 我們